民进党的华山会议登场 希望确定民进党内对中国政策的大方向 而有学者就指出 人权才是两岸展开任何交流最基础的价值 这不只是台湾人在中国的人权 也包括中国人民的人权 民进党应该要将在台湾争取民主的经验历程 和中国人民交流与他们一起奋斗 民进党内讨论对大陆政策 民间团体也提出建言 台湾守护民主平台4月提出自由人宣言 要与人权宪章重构台湾与中国的关系 我们在里面讲得很清楚 两岸关系要有进展 应该要与人权为前提 为最基础的价值 这个不是只有保障台湾的人在中国的人权 包括中国人民自习的人权 也应该受到保障以后 我们台湾去跟中国的官方交往 我们才会有信心啊 目前两岸互动虽然紧密 但面对中共一贯高压维稳的专制统治 台湾突破之友会提醒 民进党对中国的政策 一定要有正确的认识和主张 中国共产党政府 也不能代表所有的中国人民 我不知道民进党这个会议 到底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发展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定要先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把这个民进党在台湾争取民主的这个经验 跟中国人民交流 比如说跟我们维权的人士 跟一些这个中国人民爱 中国爱好这个自由和平的人的人士做交流 跟他们一起奋斗 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是 我们很期望他们在这个两岸交流当中 能够扮演的角色 召开华山会议前 民进党内曾酝酿提出台海人权决议文 主张民进党应该积极与中国的公民社会 展开人权交流与合作 现在中国事务委员会如果顺利启动 党内立委也希望能付诸实现 那我们也当然希望说 这样一个决议文在三次党代表大会 因为我们来不及讨论 那我们希望说这个 在现在中国辩论的时候 能够把这个列入到议程里面 其实这才是我们真正两岸来往的 一个立足的根基 人权与民主是台湾面向中国最重要的价值 学者希望民进党向对岸展现的 是台湾作为民主国家 对中国13亿人民的关怀 新台人亚太电视 陈争祥张志轩张明竹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会议党在两岸展现的这种